记者吴正峰台北报道,监察总长江惠民上月8日就任时,曾透露将检讨年底九合一大选的茶惠门槛30元有无修正必要,历经一个月的各界意见征询,以及检察长会议讨论,江惠民7日表示,金钱多寡并非茶会的唯一要件,决定暂时不更动30元茶会标准。 江惠民就任总长当日,表达想倾听检察官对茶会标准30元的意见,法务部长邱泰三也曾向媒体表示总不能说31块就弃诉,29块就不弃诉,两名检察机关最高首长都透露挑战陈定南方县的看法。 至今刚好一个月,江惠民已就此与各界交换不少意见,发现实物上多已有无对价关系,即赠送的财务能否影响选民投票意向。 当判决依据,文宣品上限30元只是个参考值,写经全国检察长会议讨论后,认为既然这个标准已行之有年,应无更动的必要,7日正式暂不调整。 法务部表示,30元只是一个参考值,并未明文列入任何侦查要点,检察官查会是以候选人发送的财物,是否能够动摇选民的投票意向为主,价额并非左右办案的因子。 外界常以为只要低于30元就不会够成会选,其实事务解法律了。 一名主任检察官指出,实务上如果送现金或数百元以上的财物,一般会被镇定会选,但若是价值仅数10元的文宣品,就得看收受的人是否会改变投票意愿,这部分通常以口供为主。 不过行,收贿均有罪,因此很少有人会承认,至于30元标准,他坦然大多数检察官都不参考。 令,检方已往查会并未顾及行礼法,有时乡里乘坐游览车数由,半途被检掉栏下,全车人被带回侦讯,受短过度强烈,引发抨击,或检察官为了宣导反会,直接跑到候选人服务署谈话,让民众以为出事了。 据悉,本次查会也特别要求谨守程序正义,避免落人口失。